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MBSP 呃,这个也是我的频道,山剑顿股 YouTube频道里面的一个join member 所问的股 如果你有兴趣要我分析股的话呢 你也可以join member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So MBSP呢,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叫深跌反弹 深跌反弹,突破这个MA20 而且MA20已经往上去了,这个当然是好事 如果你这边买路的话 现在就赚钱了啦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去追 现在去买路的话,是一个机会嘛 我认为就 应该不是 你可以看到,它 虽然是深跌反弹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 已经连续几天都没有能力 所以,你一张上去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筹码风 这一条线 也就是0.56左右 这一条线呢 就是这一边的套牢盘的开始 一说你一上去 这边就有人卖出去了 就非常难搞一点 我觉得它最少 而且这个呢,又是这个ML60 ML60又在压住你 压满压住你 所以这边还要突破站上去的话呢 是有点困难的 而且这个叫做深跌反弹嘛 深跌反弹 意思是说你上的太快的话 你回来的也是很快下的啊 不是有些股市慢慢上 它就有机会慢慢的去突破 如果上到太低的话 呃 就会有人 这边的人就开始去卖出套力 因为太快了嘛 呃,这个 0.56呢,是它的这个主力线 如果它有能力 仗上去 保持三天 在这条0.56上面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应该会回来 呀,它会回来 形成 这个Low嘛 形成一个Higher Low的时候 又上去的时候 可能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买点 呀,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买点 呀,现在 现在上去的话 很可能就会容易被套 因为这边有很多套老板 呀,一上去就 被套啊 呀,很可怜的 呀,一买就被套 不要 要小心点操作 呀,除非它可以突破这个0.56 三天 三天,站稳三天 啊,就OK点 它可能有机会上去 但是我认为 就算它有机会上去的话 这边太多套老板了 它也是 很难继续的往上去 呀 OK,这个就是我对MBSP的一些看法 呀,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你的权你自己负责 这个呢 只是分享我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